因为真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名将之商 提到朝鲜战争 不能不提联合国军总司令 道格拉斯迈克阿瑟 他少年得志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 毕业于西点军校 在两次世界大战中 更赢得了赫赫战功和无数荣耀 然而这位被称为天才 战神的名将 自从遇到了中国军队后 却败走迈城 迈克阿瑟的军力生涯 经历过怎样的辉煌 他与中国军队的对决 又如何使他从巅峰跌落 责任 荣誉 国家 每一个步入西点军校的人 都会被这一校训所深深的吸引 他是西点精神的结晶 同时 因是五星上剑 道格拉斯迈克阿瑟 用来鞭策自己 并影响一代代西点人的作用 道格拉斯迈克阿瑟 1880年出生于美国的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迈克阿瑟不但是南北战争时期 联邦军中的战斗英雄 而且在此后的镇压 菲律宾起义中 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父母的影响下 17岁的迈克阿瑟就立即做一名优秀军人 1899年 19岁的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西点军校 这就是他军旅生涯的开始 据说为了去把儿子朝着成为一名伟大军人的方向发展 道格拉斯的母亲 平克尼 就近找到了一家唯一向平民开放的旅馆住了下来 尽管条件简陋 他却住了整整四年 以监督儿子的学业 在西点军校期间 迈克阿瑟可谓是一个名人 一是长相出众 英俊潇洒 风流提挡 二是他出身于名门世家 身是显赫 他的父亲是美国名将 是菲律宾的征服者 三是迈克阿瑟 聪明好学 能力出众 他的学习成绩在四年中 有三年名列全班第一 还是学校橄榄球队队员 1903年6月 23岁的迈克阿瑟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毕业 总平均分数超过98分 这是西点军校建校以来 学员所取得的最高成绩之一 1903年迈克阿瑟从西点军校毕业 毕业后服役的第一站是菲律宾 这里也成了他开始了解亚洲的起点 两年后他被派去给他的父亲当随军参谋 当时他的父亲正作为日俄战争的军事观察员 住在日本 日本那种强烈要扩充领土的势头 给他留现了深刻印象 随后迈克阿瑟把足迹扩大到整个远东地区 他巡查了香港 新加坡 阳光 上海等地 这对一个年轻的军官来说 是不可多得开眼界长见识的机会 迈克阿瑟从回忆出远东对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使他一生的岁月增归生色 1912年迈克阿瑟被调到陆军总部 开始了向军界顶峰漫长而稳步的攀登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三年之后 美国对德国宣战 迈克阿瑟被任命为彩虹师参谋长奔赴法国作战 在这支远征军中 迈克阿瑟成为了最引人注目 最勇敢无畏的军官之一 他的着装十分另类 他拒绝佩戴金属头盔或防夺面具 只是头戴一顶软帽 手拎马鞭 新闻界称他是远征军中的花花公子 然而 这位花花公子在战争中的表现 和他这身行头一样出众 他深入一线 率领和激励他的部队英勇作战 赫赫战功使得迈克阿瑟和他的彩虹师 在法国既然截至 彩虹师的成员分别来自美国的二十六个州 这二十六个州从地图上看就像是一条横跨长空的彩虹 因而被命名为彩虹师 彩虹师在前线二百二十四天 实际战斗一百六十二天 总伤亡人数达到了一万四千六百八十三人 死亡两千七百一十三人 彩虹师的人员伤亡可谓是非常惨重 但是部队的战斗精神士气却一直保持的比较好 这和迈克阿瑟身先士卒 英勇顽强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迈克阿瑟获得了各种荣誉勋章十多美 成为战争中涌现出来的受勋最多的军官之一 迈克阿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骄人战绩 让他声誉却起 可是战争结束后 美国人民非常厌恶战争 他们都期望和平 像迈克阿瑟这类战场上的英雄 很快就淡出了人们的世界 没有了战争 迈克阿瑟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但是他很快就有了一份新工作 1919年6月 39岁的迈克阿瑟被任命为西点军校校长 成为西点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1922年迈克阿瑟在西点设立了 军校生荣誉的园会和荣誉制 在他的待人下 西点军校重新焕发出生机活力 就这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时期 迈克阿瑟的仕途也是一帆风顺 1925年 年仅45岁的迈克阿瑟 竟升为少将 1928年 他当上了驻菲律宾部队的总司令 到了1930年 50岁的迈克阿瑟 成为了美国陆军历史上 最年轻的参谋长 迈克阿瑟在任五年间 恰逢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萧条 经济危机像四处横溢的容颜一样 席卷了整个美国 为了维持陆军的实力 迈克阿瑟与新任总统罗斯福 展开了唇香舌剑的变化 最终罗斯福被迈克阿瑟的口才征服 陆军预算不但没有大幅削减 而且还在逐年增加 罗斯福的陆军部长对迈克阿瑟说 你 挽救了陆军 1935年夏前 55岁的迈克阿瑟参谋长任期结束 但他不愿意就这样结束军旅生养 于是他再一次来到了菲律宾 任菲律宾总统回送了军事顾问 并帮助菲律宾组建军队 在马尼拉 58岁的迈克阿瑟与第二任妻子琼 迎来了他的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孩子 从孩子出生起 迈克阿瑟就给他灌输当兵 进西点军校的思想 亚瑟刚刚会走路时 每天早上要进父亲的房间敬礼 然后和父亲一起绕卧室行军 1941年日本侵略的触角 开始向菲律宾方向延伸 前后占领了海南岛和印度支那班 1941年7月美国政府下令将菲律宾陆军和驻飞美军合併 迈克阿瑟进行为中向军行 就任美国远东军司令 菲律宾是日本向南扩张的重要战略挑战 夺战菲律宾是日本南京战略成功的关键 1941年12月8日日军突袭真知广的同时 对菲律宾发动了猛灭进攻 很快夺得了制空权 1941年12月24日 麦卡瑟的地面部队不得不撤出首都马尼拉 归缩在地巡利防守的巴丹半岛 但是由于补给缺乏 麦卡瑟的部队开始面临食物短缺 疾病等诸多困难 1942年1月10号 日本远征军总司令给麦卡瑟写的券祥书上说 你清楚地意识到你的命运已定 末日将临 你已经只有一半激昂了 我佩服你和你军队的斗志 你的声望和荣誉已经保住了 但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流血 我们奉劝你投降 但麦卡瑟拒绝投降 继续拼死抵抗 美国总统罗斯福以国家名义 命令麦卡瑟及其家属撤离菲律宾 而麦卡瑟却于2月20号 发回了电报 我和我的家庭将与首导部队共尊王 这种大无畏的英雄气概 使他再次成为了美国人民心中的英雄 最终在多人极力确认下 麦卡瑟才同意撤去澳大利亚 麦卡瑟在撤离的过程中说过一句话 我出来了 但我将会回来 在以后的太平洋战争中 麦卡瑟始终把 我将会回来 这句话作为自己必须完成的神圣使命 这句名言也成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鼓舞士气的战斗口号 美飞部队在孤立无言的情况下 积极败回 终于在5月7日宣布投降 菲律宾沦陷后 澳大利亚面临极大威胁 麦卡瑟指挥力量终于得到扩大 他本人也被任命为 西南太平洋的盟军司令 1942年5月和6月 盟军两次重大胜利 扭转了西南太平洋战军 这就是珊瑚海战役和中福岛战役 从此以后 日军丧失了在海平洋战争 初期所具有的海空控制制 不可一世的日军 该是急于结伴 1944年10月20日 麦卡瑟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作用 这一天 他乘坐纳尔维什号席界 率领28万大军 在莱特岛登陆 海下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 麦卡瑟终于迫不及待登上 登岛后他说的第一句话是 菲律宾人民 我回来了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著名的情景之一 他向全世界表明 麦卡阿瑟终于实现了他的诺言 他是西平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被誉为美国战争史上的奇才 他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 两次参加世界大战 立下赫赫战争 然而他所指挥的蒙台军 却折起长津湖畔 昔日盟军最高司令官 最终兵败朝鲜 五星上线 如何拍上军事生涯的顶峰 长津湖畔中美双方 又曾有过怎样的致命对峙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名将之商 麦卡瑟 闭路长津湖 应该说 麦卡瑟对于盟国在太平洋战争中的胜利 是鞠躬之尾 他高超的领导才能和指挥艺术 在美军中被津津乐道 美国陆军把他奉为军神 唯望在陆军中无人能起 他的声望此时达到了人生的巅峰 1944年12月 麦卡瑟晋升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 这是美国军人最高荣耀之一 1945年9月2日 65岁的麦卡瑟 以盟军最高司令的身份 出席日本的投降仪式 在这一极具历史仪的场合中 麦卡瑟当然不会错过 这个展现自己个性和魅力的绝佳机会 在寿祥仪式上 麦卡瑟同时拿出了五支钢笔 他用第一支钢笔写下了Dog 然后转身 把这支笔送给了曾蔡菲律宾 北日军葫芦的将军温莱特 用第二支笔写下了Lars 然后把这支钢笔赠送给了曾被葫芦的英军将领 帕西瓦尔 用第三支笔写下了他的姓 麦卡瑟 并把这支笔交给了国家大案馆收藏 剩下两支签署了他的军衔 王军总孙 其中一支送给了他的母校西点军校 最后一支送给他的妻子报寸 两次世界大战中 麦卡瑟的名字传遍世界 然而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 这位五星上将即将面对一个崭新的对手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坐镇日本东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 理所当然的又一次登上了历史舞台 那么这一次他还能傲视群雄吗 朝鲜战争爆发后 美国立即操作联合国安理会 通过了武力干涉朝鲜内战的决议 就和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菲律宾等16个国家的军队 并给这支清朝部队 批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 7月8日 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这一消息已经发出 便成为美国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就这样 已经70岁高龄 在陆军服役50年的麦克阿瑟 人生中第四次走上了战场 麦克阿瑟担任联合国军总司令 可以说是顺利成章 在美国国内也是众望所归 因为他最熟悉亚洲太平洋战区情况 有很大的权威 但是美国总统东勒门对麦克阿瑟的印象并不好 多罗门曾在他的私人日记中 坦言说 麦克阿瑟是一个话剧演员式的骗子 不喜欢他那种悟空一切的样子 但又不得不把这样自命不凡的讨厌鬼 放在关键岗位上 麦克阿瑟对多罗门也是一肚子一肩 麦克阿瑟指责多罗门没有同他磋商 也没有征询拥有宣战权的国会的意见 就冒着同中国和苏联交战的危险参战了 由此可见 朝鲜战争刚开始 美国的将军与总统之间就已经持续了矛盾 北朝鲜人民军全面突破 旱江防线后顺利南下 并一直保持着使用过去的攻击 7月下旬 联合国军被压缩到 直战朝鲜总面积8%的虎山外围一心 北朝鲜似乎已胜利在握 就在这时 麦克阿瑟力排众力 制定命指挥了人船登陆计划 1950年9月17日 美军仅用两天 以伤亡203人的微小代价登陆成功 被切断鼓起的北朝鲜人民军很快就支撑不住 几亿周后 万分痛心的金日成就不得不下达全线向38线撤退的命 9月29日 美军夺回了汉城 南朝鲜总统李承满对麦克阿瑟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气不成声 他没想到 麦克阿瑟竟在短短两周内完全扭转了战局 随着人船登陆作战的成功 和联合国军已经推进至38线 随之而来的问题产生了 麦克阿瑟会不会越过38线继续北京呢 1950年10月1日 是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 但身在中南海的毛泽东却十分不安 因为美国参联会以下令 让麦克阿瑟越过38线继续向北朝鲜进攻 当时中美实力悬殊实在太大了 而且当时中国军队已经失去了有力战机 麦克阿瑟依此断言 中国不会参战 然而麦克阿瑟错了 尽管困难巨大 毛泽东还是下定了抗美援朝的决心 1950年10月8日 举国欢庆刚刚结束 毛泽东正式下达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 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 捡政治委员 于是两个对手狭路相逢 一个是被美国人称为史上最伟大的美国军人 麦克阿瑟 一个是对党无限忠诚 打了一辈子仗的中国老舰 是彭德怀 麦克阿瑟和彭德怀都是身经百战的名将 但两个人的性格却不一样 领导指挥风格迥异 麦克阿瑟性格张扬 喜欢炫耀 他甚至在进攻之前 把自己的进攻计划都公开的向媒体记者透露 宣布进攻的路线回抹时间目标 就像公共旅游计划一样张决出来 而彭德怀则严谨低调 非常沉稳 中国事先已经向美国提出了要除兵的正式警告 但在何时何地除兵 却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 敌人在明处 而志愿军在暗处 这就使志愿军有条件 给敌人出乎意料的一击 1950年10月25日 抗美援朝第一枪在不期而遇中打醒 中国志愿军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 分兵冒进的联合国军完全没有防备 如同一幕经典戏剧 年轻的中国军队在首次异国作战中 一出手便让全世界大吃一惊 但傲慢的麦卡索对这次遭遇战的失败不屑一顾 他焦轰的判断 入朝的中国军队总兵力不过三四万人 在战略上不过是象征性的 战术上也仅仅是保护丰满水电站等有限的目的 于是他下令各部队继续北极 甚至狂猛地宣布要在圣诞节前结束战争 麦卡索计划现以地面部队进行试探式进攻 以航空兵摧毁于封锁鸦绿江上所有的桥梁和渡口 阻止中国继续向朝鲜战场增兵 然后以美军第十军在东线经唐津津湖西级 美军第八集团军在西线有青川江北上 两军在江界以南会合再向人推进 赶在鸭鲁江兵风前抢占军朝鲜 彭德怀判断联合国军有可能重新组织进攻 于是就提出了巩固胜利 克服当前困难准备再战的方针 如敌在近则让其深入后歼灭之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指出 志愿金应争取在一个月之内 东西两线各打一两个仗 歼敌七八个团 将战线推进至平壤圆山一线 据此志愿军采取内线作战 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方针 十一月六日联合国军在东西两线同时开始了试探性进攻 志愿军按照预定部署节节抗击 视若纵敌又离深入 战至十七日 志愿军更是开始大步后撤 并故意抛弃部分装备物资 就地释放战俘 制造褪败假象 联合国军据此做出了错误判断 开始放胆北境 十一月二十一日 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举行联合会议 对朝鲜战局进行分析后决定 同意麦卡瑟发动总攻势占领全朝鲜计划 同一天联合国军完成了总攻的一切准备 麦卡瑟部署的西线第八集团军也到达攻击性 全线开始向北突进 志愿军依旧且战且退 视若又敌 第八集团军丝毫没有察觉到即将到来的危机 继续向北冒进 各式之间军出现了明显的空隙 与东线第十军的巨大空隙也在逐步扩大 整个集团军呈现出了师团分散 测意裸露的不利派手几乎成为任人宰割的余奈 11月25日志愿军在西线迅速开始了以侧后迂回 与正面突击相结合的全线反击 仅用六天的时间 急迫使美第八集团军向三八线以南撤退 麦克阿瑟计划的总攻势被彻底粉碎 与此同时在东线等待美第十集团军与志愿军第九兵团 是一场双方日后都不远提及的大雪战 美军第十集团军下辖第三第七和海军陆战一师 美军海军陆战一师 美军美军王海之手 享有美利坚之舰的美城 这支部队参加过一系列海外战争 也是麦克阿瑟最宠爱的部队 在美国的军事上出现了无数规划 11月24日 陆战一师在长津湖地区展开了部署 并完成总攻准备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 最终的流响是鸭鲁江 长津湖地区在高寒的盖马高原东北部 此时以蒲江大雪 气温下降到零下30度 风雪交加的严寒气候 加上山路狭窄地形复杂 就连基本生存都很不容易 战场环境更是十分险恶 美军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在战后曾说 长津湖地区根本不适合军事行动 就算是重击思汗 也不会想去征服他 而此时志愿军第九兵团 三个超边军已悄悄渡过鸭鲁江 随即仓促投入自然条件 异常恶劣的东线战场 或许是过于轻敌了 如此庞大规模的部队调动和集结 麦卡斯的航空兵侦察部队竟一点都没有查知 志愿军第九兵团的司令员是宋世仑 副司令陶勇 由二十军二十六军和二十七军组成 共有十五万人 新中国成立之后 九兵团的主要任务就是解放台湾 由于朝鲜战事紧急 九兵团还来不及诊讯和做好在高寒地区作战的 物质心理准备 就在开往东北的火车上 接到了直接入朝秘密 十一二十七日晚十点 长津湖一带突然响起了惊天动地的江号声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东线反攻打下 攻击目标首先落在 驻守柳潭里的美陆战一十五团和七团投射 柳潭里北面西面南面三面小山的美军同时遭受攻击 连长菲利普斯被乱枪打死 他的连只剩下了不到十日 志愿军紧接着发动更为坚决的冲击 当夜 志愿军完全占领1282高地 东山1240高地也被志愿军夺走 迈克阿瑟终于意识到 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一个巨大陷阱的边缘 他是西田军校最年轻的校长 被誉为美国战争史上的奇才 他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年轻的参谋者 两次参加世界大战 立下各个战斗 然而他所指挥的盲牌军却遮紧唐金湖畔 昔日盲军最高司令官最终兵败朝鲜 五星上舰如何拍上军事生涯的顶峰 唐金湖畔中美双方又曾有过怎样的致命对军 百战经典系列节目 名将之商 麦卡森 日目长金湖 1950年的冬天特别冷 夜间温度接近名下40摄氏度 美国陆战医师为了防寒 准备了防寒帽 厚的泥字大衣 毛衣 毛袜 皮靴 鸭绒睡袋 连队还装备 棉帐篷 火楼等等 尽管准备很充足 美军一个人 在一天中仍然有67个人 由于冻伤而不能行动 其中几个人此后还被迫截肢 天气放晴之后 气温仍然很低 美军一个年发现 竟然有40%的轻武器 没法打响 美军有充分的防寒准备 尚且如此 那么 连绵医都不多的志愿军战士 所遭遇的困难 就可想而知了 但是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 志愿军战士表现出了 惊人的生存力和战斗力 对美军来说 志愿军战士 要远比严重 更令他们淡海 十二月六日晨 陆战医师钻进大雾弥漫冰雪覆盖的山道 开始了令他们毛骨悚然的撤退里程 他们穿过了一段数公里长的火地与溪谷 到达谷土里 第二十军第五十军事 有截肩 每路战一时六百天 在这段路途中 志愿军始终死死咬住 陆战一时不放 在十二月九日的长津湖战场 美国生活杂志摄影记者邓肯 看到一名美军士兵 想用勺子从罐头里挖出一颗冻结的蚕豆 却怎么都挖不出来 严寒损伤了这名士兵的眼睛 他已经看不见东西了 最后他把蚕豆慢慢送进嘴里 一动不动等待蚕豆含话 邓肯问 假如现在是圣诞节 而我就是上帝 那你想要什么 那个士兵琢磨了好一会儿 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说 给我明天吧 这名士兵应该请信 至少当时朝鲜的天空 是美国人控制的 在强大的空中火力掩护下 志愿军的攻击 最终未能阻止美军撤出最后的据点 战后西方人认为 如果志愿军拥有和美军同样的武器 美军入战一时将在长津湖全军覆没 与其说武器装备的差距 是志愿军未能围歼美军的关键 不如说朝鲜冬天的严寒和饥饿 才是志愿军最大的敌人 12月17日 美军终于撤退至连浦兴南港地区 在其海空军的火力掩护下 从海上撤回着朝鲜南部 陆战一时 此战之后 再也没有能够回到长津湖这一带的北朝鲜国土 日本防卫厅战士朝鲜战争评价道 迈克阿瑟试图征服北朝鲜的攻势 以失败告终 美军十天内却褪败了三百多公里 美联社和众社痛声疾呼 这是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迹 纽约十八军说 这是珍珠港事件后美国最惨的败迹 美国国会参众两院 更大骂迈克阿瑟是纯珠般的司令官 一向目中无人的迈克阿瑟 终于彻底改变了对中国军队的认识 他声称遇到了一个全新的 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强国 在前两个回国的教领中 迈克阿瑟都输了 而且一次比一次惨 很多美军将领把这两次失败都归结于迈克阿瑟 迈克阿瑟的身亡逆落千丈 这对迈克阿瑟的自尊心是一个极大的打击 这是他的军事指挥失去了冷静 尤其慌张 而彭德怀则审失作事 趁势又在迈克阿瑟和美军的伤口上 撒了一把盐 1950年12月31号 志愿军发动了第三次战 全面突破了迈克阿瑟布置的防御重身 将迈克阿瑟的防御部署彻底打破 这给迈克阿瑟的军队造成了极大伤亡 惨重的代价再次使华盛顿方面乱成了一国州 美国最高当局感到朝鲜战争难以全胜 提出和谈要求 但恼羞成怒的迈克阿瑟却表示反对 迈克阿瑟于1951年3月23日公开发表声明 主张扩大战争 企图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境内 这相当于向整个中国和社会队营宣战 将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迈克阿瑟的这一声明令美国政府非常恼火 因为这种未经批准就公开发表外交政策声明的做法 等于是公然抗上 是对总统和宪法权威的挑战 说道理 这是迈克阿瑟对杜罗门本人的呜 1951年4月11日 美国总统杜罗门 以发表公开广播这一突然袭击的方式 撤掉迈克阿瑟所有事 刚刚度过71岁生儿的迈克阿瑟得到通知时 一下呆住 五天之后迈克阿瑟伤感地登上了私人飞机返回美国 艾丹结束了自己的戎马生涯 令他感到安慰的是 回国后人们热情地接待了这位老兵 4月19日 迈克阿瑟在国会大厦 发表了题为老兵永不死的著名演讲 长津湖畔的中国军人 让这位五星上将未能在军力生涯的最后一战中 保住战无不胜的美名 朝鲜也成为晚年 迈克阿瑟心中一个永远挥之不去的阴影 好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百战经典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分析战争起因 后世战争生涯 解读战争人物 关注战争影响 因为珍爱和平 我们回首战争